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玲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全球暖化到了今年2020年 让世界各国都尝到苦果 而台湾本身除了也面临极端气候的冲击之外 各地又出现什么暖化的现象呢 首先带您深入海底 了解美丽珊瑚出现白化的情况 尤其今年7月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将台湾南部海域的珊瑚白化警告提升到最高的等级2之后 8月更将北部海域也升到最高警告 这代表着全台海域都面临着大规模珊瑚白化 甚至是死亡的危机 中研院研究员指出 这可能是自1998年以来 台湾周围海域珊瑚受白化威胁最严重的一年 而法国研究员来台进行多年研究 却也发现台风竟然成为珊瑚白化的救星 怎么说呢 一起来看 色彩缤纷 大小不一的珊瑚在海底下争奇斗艳 宛如点亮了蓝色世界 让潜水客看得目不转睛 四面环海的台湾拥有珍贵的海洋资源 但随着地球暖化 温度升高 海底下的珊瑚胶就像吞色老照片 颜色一一淡去 成了一整片白化状态 因为珊瑚白化以后 珊瑚死掉 它就没有办法再行光合作用 也就不会再做钙化作用 就是它不会造胶 珊瑚的造胶一年造了五十亿万公吨 你看我们的整个横尊半岛 我们的小琉球 我们的寿山 其实台湾到处都是这五一年来 地球上非常的陆地都它造的 海底水温飙高 珊瑚白化情形严重 中研运学者收集各地资讯 发现东沙环郊 澎湖 屏东墾丁和小琉球等地 都发生了大量珊瑚白化的情形 从画面上来没有 这是白化的画面 不会忘记你看 整个已经百分之五十 第一次看到这么震惊 研究员担忧 若温度持续不降 2020年恐怕是台湾珊瑚白化 最惨的一年 最近北部海早就已经白化了 现在整个讲 整个NOWA已经早就在 两个礼拜前发出景色 是因为我们整个西太平洋 海水水温三十度 三十一度已经涵盖在台湾了 现在已经到台湾北部了 所以这里就符合说 只要珊瑚在三十度内 其实当然就开始有白化现象 三十二度的白化就会死掉了 研究员的镜头记录下 东北角龙洞湾 海底珊瑚因年日高温逐渐白化 海内外研究员起心呼吁 重视碳排放量 控制地球温度不再升高 已经刻不容缓 海浓瓶水源 在最適合的地方 去清潔 像現在我們在海邊 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我們周圍 實際到海邊走一趟 映入眼簾的 不是美麗海景 而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垃圾 來自法國的研究員 Steven和Royang 在台灣研究珊瑚 及氣候變遷 經過多年觀察 Royang意外發現 通常被認為 會破壞珊瑚的颱風 竟然能拯救 三五百化的潛行 颱風會破壞珊瑚的 因為機械的破壞 它會破壞珊瑚 特別是 尤其是 綠色的綠色 和紙瑚的珊瑚 會被這些風格 被破壞珊瑚 但事件是 特別是在台灣 海邊的能力 從那些機械的破壞珊瑚 還不錯 通常颱風帶來的水流擾動 因力道威猛 會破壞珊瑚 但Royang指出 颱風帶來的降雨 使海水溫度下降 進而能增進 白化珊瑚的恢復能力 但光靠颱風 當然還不夠 台灣有保育協會 把閒置九孔池 以及港口出入處 要被秉除的珊瑚 移到這邊 來進行種珊瑚的富裕工作 那這珊瑚該怎麼種呢 跟著我腳步 一起來看 我們要種珊瑚 就會先挑一些段子 那這些段子怎麼來 主要就是 大家都會是在 可能被風浪打掉了 或是人為踢到了 所以我們其實裡面 自己就會有一些段子 我們就收集起來 那段子可能大概5到10公分 那我們就挑一些比較好的 保育協會五年前 在龍洞灣 珠夏廢棄九孔池 富裕珊瑚 整片珊瑚 都是他們親手種夏 池底宛如海中植物園 我們同時在保育的過程中 做教育 我們讓學生組團 或者是民眾組團 來我們這邊體驗種珊瑚 讓他們能夠實際去了解 原來台灣真的跟大海很近 你不要覺得你沒有責任 雖說大海與人類關係密切 但海底珊瑚白化 常讓生活在陸地上的我們 沒有感受太緊密的連結 但珊瑚卻在整個食物鏈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珊瑚故意成功 對我們人類有什麼影響 老實告訴你 沒有 對 但是長遠來講 珊瑚會吸收二氧化碳 珊瑚會去造礁 然後珊瑚會協助 周遭的海水的一些乾淨 然後還會提供給海洋生物一個家 如果說珊瑚礁都滅絕了 那四分之一的生物種 有可能就瀕臨危險 珊瑚就像是海裡生物的專屬飯店 供吃也供住 若溫度持續上升 不僅珊瑚面臨白化或滅絕的可能 連你我餐桌上的魚 都可能跟著慢慢消失 快點怎麼會 快點 快點一下 魚市場人生鼎沸 老闆正在處理常見的鮭魚 攤販的桌上則擺上了進口鮭魚 這些海鮮蒸羞 是一般人常消費的魚種 但隨著海洋暖化 威脅這些魚類繁殖的棲息地 他們正面臨滅絕危機 冷水種高尾度的魚 其實它的數量是慢慢在減少 因為它的領域一直不斷地在縮小 那以這個美國溫哥華 或者是西雅圖那個地區來說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過去那個地方不會有熱帶魚種 所有的熱帶魚都開始往北 這是全世界的一個 共同地面臨著這種現象跟壓力 研究發現氣候變遷 使許多魚種的魚亂 成長和繁殖都更加困難 因此被迫離開原本的棲息地 找尋更適合生存的地方 如果說是氣候暖化不繼續擴張的話 那它是可以找到一個 它還是可以舒適的一個環境 可是問題就是氣候暖化它沒有停止 它一直不斷地在往前這個變得更嚴重 從珊瑚白化到餐桌上瀕臨滅絕的魚類 地球暖化對海洋造成嚴重破壞 影響生態環境 氣候變遷危機 迫在眉睫 暖化不只影響到海洋生態 台灣高山上的植物也被迫再往更高處清洗 因為原本種低海拔的植物 為了找尋適合的生長環境而往上清洗 於是就跟高海拔植物產生競爭 那麼原本在森林界限以上的高山植物 恐怕會被逼得無路可退 接下來我們要跟著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的研究團隊 登上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荷歡群峰 來看看站在台灣最高點的植物蠻 如何找尋一線生機 台灣高山林立 從海底面到最高點 高低落差將近4000公尺 孕育出豐富的生態體系 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高達268座 夏天時高山植物遍地開花 蒸奇豆豔也創造出世界上少見的 高海拔無邊際美景 如果你觀察高山植物 花的顏色其實都非常絢麗 比如說你可能看到鮮黃色 它開得非常大朵 然後還有就是藍紫色 然而聯合國指出過去100年來 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正在加快 高山生態系也面臨嚴峻的考驗 從1990年代開始 其實科學家發現 其實全球短化是一個進行式 所以2000年開始做之後 我們會發現 這個溫度的升高 可能對物種的組成改變 其實會有影響的 為了了解氣候變遷 如何影響高山生態環境 老師和同學們背上行囊 帶著研究器材上山了 翻過一座一座山頭 因為不走大眾路線 沿路沒有指標 那麼該怎麼找到樣區呢 我們在上山的時候 其實除了手機之外 我們還會帶 熟識性的GPS 那這種GPS 我們就是走路的時候 我們就會 先把我們的 樣區的 坐標先放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來找 我們跟著嘉義大學的研究團隊 來到了海拔 3000公尺以上的 荷歡群峰 他們做的研究呢 就是監測氣候變遷 對高海拔草粉植物生態系的影響 這項研究從2018年開始 執行到現在已經12年了 每年在暑假期間 他們就會頻繁地上高山 來到樣區做調查 我們挑的山頭都是 人不會干擾的地方 但是又不希望說 非常的偏僻 比如說你看對面那座山頭 那可能就要走非常久 研究的樣區 希望不要輕易被遊客找到 所以選在比較隱密的地方 但研究人員也是隔幾年 才會上山復查一次 每次都得花時間找標杆 以及埋在地底下的 溫度機 所以通常我們會花一點點時間 去定 就是會去定位 然後去把這些東西找出來 然後拉這個 我們會有這個皮尺 拉完之後 再去拉紅色的這個樣線 然後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這個山頭的各個樣區 我們要去做的位置這樣 東邊 東邊還沒找到 好 去找東邊 記住 好 準備喔 好 TLV97 坐標 277 為了減少研究誤差 定位樣區得非常精準 再來找到塗氧溫度計 連上電腦就能收數據了 有 這裡收到了 收到一支 訊號還不錯 土溫計每一小時 會記錄一筆數據 研究團隊12年來 在15座山頭 已經蒐集200萬筆資料 希望長期監測溫度 能了解氣溫的變化 如何影響植物生態系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可能這些植物會 怎麼樣的變動 但也有很多原因 也有可能真的是溫度 也有可能是植物之間的競爭 台灣的林象非常豐富 從低海拔的闊葉林 到高海拔的冷山林都有 不過溫度上升 可能會導致 低海拔的植物往高處遷移 而原本在3500公尺 森林界線以上的高山植物 他們的棲地將會受到危險 也許有些狀況是 氣候暖化 比較低海拔的物種上來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擴張 那可能這些村部比較低海拔 他們可能非常的優勢 他可能就把這些原本生長在 較高海拔的這些物種競爭掉了 所以這些物種只能被迫往更高海拔漲 而分析過去的調查資料 和歡山地區的中高海拔植物 以每年3.6公尺的速率 往更高的地方遷徙 至少有6種草類植物 已經超越3950公尺的高度 很可能滅絕 而嘉義大學的研究團隊 確實也發現有些高山植物不見了 本來在我們漾區之間 這個玉山檢古影其實是 就是數量其實算是蠻多的 去年跟今年 大水庫跟大雪山的狀況就很不一樣 就玉山檢古影就不見了 但是它是不是因為氣候變遷導致的影響 還是是因為物種之間經濺關係導致影響 我們不知道 不只有物種不見了 今年的玉山杜鵑也很反常 往年玉山杜鵑都在5月份盛開 但今年4月突如其來的低溫 導致花礦慘兮兮 在4月之前的那個高溫 其實讓玉山杜鵑覺得說 它已經可以開始發育花朵了 那結果經過這個4月的低溫 可能可能因為它打破休眠之後 它對低溫的抗寒能力 它會逐步下降 在這個低溫中它反而使得 它的那個花苞的發育受損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玉山杜鵑 其實它的結石率都是相對偏低的 植物的展業開花和結石 原本遵循規律的生命周期 但氣候變異打亂了它們的生理時鐘 連帶也會影響其他物種 就是植物的開花它其實是需要搭配說 像是說昆蟲的授粉 或者說一些需要它 以它為食的一些昆蟲 它們其實是仰賴像植物的正常的運作 當它產生這樣子的突發性的 疾患氣候事件 讓整個的開花的程序延後 那長期下來 那確實是對生態會有影響 能在高海拔存活的植物 都有一套生存之道 有的身形低矮 匍匐於地面生長 有的樹幹筆直高挺 排列成整齊的優美樹林 以高山這樣的環境來說 你會看到像這樣的一個植物的組成 這樣的一個植群形 大概都是屬於墊狀 我們會講墊狀 就像地毯這種地墊一樣 比較平貼在地表上 所以你會看到像這裡 這個是赤膊 還有高山上的強勢物種 玉山建築 在迎風面跟避風面 因為土壤條件的差異 居然能長成不同形態 在台灣海拔 從大概海拔七八百 一直到三千塊四千 都有玉山建築的重機 那這個也是長成這種 就是鋪在地上 然後非常矮 所以你會看到大概 只有大概二三十公分高 但是如果你進到冷山林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玉山建築可以長到三四公式高左右 高山植物彼此交織共存 組成如絲如畫般的絕美景緻 也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但許多證據已經敲響景中 氣候變遷可能正改變高海拔植物的生理機制 如果全球暖化加劇 森林界線以上的植物 恐怕將無路可退消失滅絕 台灣氣候的變化還有 以往暑假都是颱風來襲的高峰期 但今年卻很不尋常 七月八月甚至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颱風清台 這也讓水庫水勤持續的探底 包括石門跟曾文水庫等 都只剩下一半不到的蓄水量 不止如此 之前的梅雨季也縮短 再在使得水資源亮起紅燈 現在即將要進入枯水期 水力署與台大氣象團隊主動出擊 考慮在颱風季實施人工增雨作業 希望能夠老天爺多下一點雨 遺解台灣即將來臨的漢象危機 台灣又沒有跟上 那我們真的要旺遍時刻了 小心一點 搭船前進水庫中央 遠眺四周山坡 這翠綠茂盛的植被下 正隱藏著人類生存警訊 這條線 那這個線就是滿水域的那個水面線 常年淹沒在蓄水湖中的裸露土石 寸草不生 但隨著蓄水量持續探底 這條隱形的線也越來越粗 從滿水域當下來 所以這個距離有10公尺 目前的水域是降到 可以講說是非常不足的情形 八月這個時候水域這麼低 還是很少見 因為長期不降雨 啊 用水不能停啊 水利單位急得慌 因為今年氣候實在太不尋常 以石門水庫為例 今年八月份的水星 跟歷年同期相比真的差很大 往年八月份平均降雨量 高達416毫米 但今年卻是連一半都不到 只有150毫米 是史上第六窟 就連以往只有適逢枯水期 才能看到的酋長石 卻罕見的在颱風季露出水面 他的側臉看起來會比較像一個人頭 然後現在露出來的這個頭 整個露出來呢 大概水平大概是 蓄水量大概剩50% 看見酋長石 意味著石門水庫已經拉起警報 一路往南 包括苗栗的明德水庫 台中的石岡壩 就連全台灣最大的真文水庫 也陷入水情吃景危機 以今年來看的話就是 六月 七月到目前八月 還沒有明顯降雨 還真的是 一直這樣少見的 風水系稍有的情形 那所以我們擔心 如果今年的夏天 颱風 當然我們期待是說會來了 那整個夏天都沒有颱風 這樣的情況還真的是 非常非常少 以往被視為防汛重點 同時也是水庫 近帳大補鐵的颱風 今年到目前為止 卻是一個都沒登陸 不只如此 根據氣象局資料 109年7月 整個西北太平洋海域 沒有任何颱風生成 是近半世紀 有紀錄以來的第一次 那如果說連風水季 都沒有雨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降雨 也在大水庫裡面 也沒整個方法 尾決的極端氣候影響 造成風水季 苦苦等國道降雨 與其被動 祈求老天爺的天時地利 水利署的專家學者 早已進一步啟動 相關準備 今天下午可不可以做人工證明 那我馬上就要判斷 你只要鎖定幾個大水庫 機會不高也要做 你一定會付出很多 我小成本 水利署副署長王毅峰 台大教授戴智輝 以及水利防災中心主任 三個靈魂人物 以大自然為伍 透過氣象觀測 與科技技術 要從雲中 榨出更多雨水 我現在可以毛蒜 什麼時候下雨 那這個下雨的環境 適不適合我們來讓人工爭雨 讓它多下一點雨 輸入關鍵坐標 兩秒鐘時間不到 就可以知道 實施人工爭雨的成效預估 假設我們在下午1點鐘燒驗劑 最後會跑到 真文集水區的高度374公尺 可是它進不了雲 它是白燒的 如果那個風向是可以預期的 風向沒有錯 會經過真文 可是它升不了空 因為它沒有對流 如果是要精準的話 它有可能影響 但是防災 我們可以容忍影響 明明是需要防洪的時節 但水利署卻緊鑼密鼓 討論抗旱的因應作為 過往台灣 從每年5月開始進入風水期 一直到10月 颱風季結束 這半年的累積雨量 透過水資源調配 足以因應11月 至隔年4月的枯水期用水 然而今年的降雨情況 顛覆常態 水利署首度評估 在颱風季實施 人工爭雨的可行性 防災中心要有勇氣 要做 如果你沒有勇氣 就牽上來給我批 不能有一朵雨在那裡 但是你沒有做 在一萬五千尺高空中 打開C1三棟機門 機艙內瞬間施壓 國軍弟兄戴著面罩 冒著生命危險 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除了飛到目標雲層上 潑灑清水外 還可從地面施放厭績 5 4 3 2 它燃燒到以後 這個煙就會往上飄 往上飄到以後 可能跟雲層上的一個水 就是做一個結合 讓水底降下來的 那個所謂的量 變得比較多 在可能降雨的前提下 將催化劑往雲裡送 加速水滴凝結 提高降水效率 水力署便與國軍聯手 研發出人工增雨新技術 以高通煙火為概念的 增雨燕彈 百分之百台灣打造 直接將增雨劑 達到250公尺上方的雲層 跟水氣進行交互作用 那燕彈的發展在國際上 其實很少數國家 用能力來進行製作 那這個比用 我們用飛機來 來殺這些增雨劑 或是我們在用地面燃燒 再靠煙霧的效果 來進入雲層來得好 因為它可以避免很多的 氣象輸出的干擾 不管從空中 還是從地面 都能想方設法添點料 今年上半年 水力署一共啟動了 九次人工增雨作業 但成效如何 或是實際雨量進漲多少 科學界仍無法給出 標準答案 在以往它是抗旱的一個作為 但是現在水力署已經把這個技術 當作我們平常這個水資源 只要稍有風險的時候 我們就來啟動的一個作為 現在可能在風水期 我們都會來實施人工增雨 你會以為這個干擾的威脅很小 對每個國家都一樣 水資源代表的就是生存 代表的就是發展 如果你失去水資源 不是你說你多付一點錢 或少付一點錢就差一點而已 不是 你是失去了一個 你社會發展的機會 人是很難人定升天 但是我們可以做風險管控 面對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走向常態 天災頻繁的台灣沒有豁免權 更沒有怠慢的本錢 這攸關全人類的生存問題 做好預防提高應變能力 學會珍惜大自然的捐低福報 或許才是根本之道 水庫干涸不只影響泯生用水 灌溉用水也岌岌可危 2020年台灣的農作物 剛開始因為寒害 讓許多地方的水稻沒有辦法節稅 導致鼓勵變成空包蛋 農民欲哭無淚 而到了夏天 又因為天氣太熱 導致像是火龍果種植困難 枝條乾扁甚至生病 礙於極端氣候 現在有許多研究員 正在為農民找解方 像是改變稻作模式 從傳統水稻而起改作 變成配合雨季 在夏天利用充沛雨量種植稻米 以及一年一期的稻作模式 等到缺水季節 則改種小麥等汗作雜糧 至於火龍果則靠塑膠布 擋雨防曬 漲出來的果實品質 也確實差距頗大 帶您看農民如何因應 極端氣候 雁陽高照 熱浪襲擊 行人撐著傘還是滿身汗 7月24日氣象局在台北 撤得39.7度的高溫 打破124年來最高溫的紀錄 但不到幾天又出現磅沫大雨 馬路積水的景象 暴雨 大熱天不斷交錯 不僅人們受不了 長在土地上的農作物 更是一片淒慘 雲林的玉米田因連日豪雨倒成一片 淨水的玉米幾乎全部作廢 只能耕除 農民叫苦連天 育苦無淚 惡劣天後就零稻田也無法倖免 今年5月全台有多個稻田 收成前遇到寒害 導致稻米無法入漿 而出現沒有結碎 俗稱空包蛋的現象 前幾年也有發生過類似4月 這個低溫讓水稻出現空包蛋的狀況 雖然在這個獄種上面比較難以增進 那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栽培期的調整 像是我們可以插陽期 可能往後延一兩個禮拜的話 讓我們這個水稻在幼稻形成期的時候 不要碰到這個低溫的話 它就不會產生所謂這個空包蛋的狀況 那就會減少我們遇到這個航海的一個風險 調整栽培期要拯救看天吃飯的農民 試圖找到與極端氣候共處的素質模式 這個紀錄的話分裂10 豬高110 然後現在就全部都抽稅了 已經達7歲期 農改廠的研究員走在綠意盎然的稻田中 觀察稻生長情形並回報後記錄下來 他們正為農民尋找解方 嘗試翻轉傳統的栽培模式 我們希望在5月到9月10月 這個雨季 夏季的雨季比較豐厚的時候 我們栽培我們夏季的單期做水稻 另外在乾季的部分 可能就留給雜糧作物去發揮 主要會有這樣的栽培模式的產生 其實主要是因為 我們也是這個氣候變遷的影響 可以發現我們這個氣候變遷對台灣的影響 就是我們乾季的時間拉長了 另外可能濕季的降水強度也變強 因為栽執期與一般的一二期道做不同 因此必須要架設像這樣子的防護網 來防止鳥海 試驗稻田的結穗時間 與傳統稻田不同 因此常有小鳥飛來偷吃結穗稻米 若能成功推廣這樣的栽培期 未來就不需要靠這些網子來防鳥海 只是稻作要從原本的兩期栽培 變成一年一期下稻東脈 要面對的挑戰就是產量能否達標 下稻東脈的這個制度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包括說我們的這個灌溉的一個調適 包括說農民的收益的問題 那像這樣的話就必須要有一些政策 來輔導 然後要有適當的一個品種跟栽培技術 農改廠坦言 要農民改變常年習慣並不容易 他們正要尋找適當的品種 確保在新的栽培模式下 農民仍能維持相同收入 而除了稻田台灣水果此時此刻 也正在和老天爺對抗 天氣越暖越小 我今年熱得這麼熱 它的成長是趕快越小 冷的時候它的高粒 一顆天空整公斤 你看現在夏天 一顆都幾百公克而已 時間差不多四十天左右的採取 你熱的時候 它的基調都不會乾掉 補補 將一顆顆火龍果包進網子中 果農無奈台灣的氣候正走向兩個極端 不是更熱就是更冷 農民早出路 解方之一是把火龍果園移到溫室種植 果園裡養兒吃雜草為的是降低除草的負擔 研究人員把火龍果樹分成兩邊種植 一邊是在頂上掛上塑膠布 另一邊則直接暴露在陽光下 我們有塑膠布設施防護的情形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枝條是比較翠綠的 而且它比較健壯 可以產生比較好品質的果實 那否則另外一邊如果說沒有這種設施 保護下 它的枝條會呈現一個防化的情形 而且會容易乾扁 那生產的果實品質也會比較差 比較容易受害 在沒有防禦測試 它就會出現這種防化的情形 那有可能也會造成這個果實 被冰雲菌感染 是苦白癌的情形 那更嚴重的狀態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枝條 它這邊除了防化以外 它整個都已經乾扁掉了 整個結痂的一個狀態 少了塑膠布阻擋 火龍果在日曬雨林下 變得越來越不健康 但溫室種植 仍有部分的果農不買單 我們是價格尚 如果火龍果價格尚比較高的 大溫室就比較少 要果農改變種植模式 政府也得祭出相關的措施 來輔導轉型 面對極端氣候 也有研究團隊開發出一套灌溉系統 要協助水資源匱乏的台灣 在農業上出一份力 訓練早 早 採收怎麼樣 可以啊 感覺這些菜都長得很不錯 破曉時分 農人在田裡忙碌的採收蜗具 這整片田上作物所需要的水分 都出自於這套滴灌系統 所謂滴灌的話 大家會看到最末端 會一個小孔 一個水滴下來 那最末端的話 它是一個黑色的塑膠灌 那它的滴孔的話 左右兩側各會有 所以我們會左側跟右側的蔬菜類 我們都灌溉得到 自動灌溉的水用滴的 滴到農作物的根系完全不浪費 不同於傳統滴灌方法 用木板把水引到田中 常常導致農民面臨搶水用的酒精 像這個水會完結 才這樣而已 為了交叉比對 傳統與智慧灌溉型態 作物的生產情形和產量差異 研究員把採收的菜 帶回實驗室做詳細的紀錄 我們在試驗前的話其實是蠻擔心的 會不會產量變少 全部去做一個比較秤重的話 反而是用了比較少的 智慧節水系統的灌溉出來的產量 多了5% 不只產量增加 智慧灌溉的省水率更能達到5成以上 滴滴水源得來不易 氣候變遷是生活在這個世紀的你我 都得面對的課題 農業轉型 農夫抗天 談何容易 找到有老天鱗共處的方式 才能達到自然平衡 讓台灣農業能永續發展 看天吃飯真的辛苦 但對抗暖化還有什麼法寶呢 您知道我們擁有珍貴的 可以固化二氧化碳的藍碳資源嗎 哪裡會產藍碳 就是海草床 岩藻以及紅樹林 他們固化二氧化碳的能力是陸域森林 綠碳的6倍 而台灣的西部 從北到南甚至到離島都有紅樹林 不只總面積達681公頃 台灣紅樹林因為氣候與土壤等條件 除碳力更是國外紅樹林的2倍 真的是減碳的珍寶 有鑑於此高雄市政府9年前 在市中心富裕了將近12公頃的中都市地公園 目前台灣僅存的4種紅樹林植物 這裡都可以看見 每年每公頃的吸碳能力高達100公噸 相當於可以抵消掉726公噸 煤所燃燒釋放出的二氧化碳 甚至周邊200公尺以內的範圍 還能夠降溫2度 來看台灣豐富的藍炭潛力 一大片的翠綠網域坐落在高雄市中心 為都市叢林增添幾分生機 我們跟著中心大學與輔仁大學研究團隊 一起走進這一座中都市地公園 原來裡頭大有學問 中都市地公園距離愛河出口只有短短2.5公里 擁有海水與淡水交匯的條件 特別適合紅樹林植物生長 台灣現存的四種 海茄冬 蘭里 水鼻仔與五黎礁 這裡全都可以見到 我們就是創造一個密閉的空間出來 然後就直接測它裡面產生的氣氛 這就是那個夾碗的那個濃度的趨勢 然後下面就是二氧化碳 林信住教授研究台灣紅樹林 將近30年 發現它能儲存二氧化碳 加上由水作為介質 阻隔與空氣的接觸 減緩底質的分解速度 固碳效果相當驚人 它利用光合作用的過程 把大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把它吸收進來 儲存在它體內變成有機碳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它吸收多少 我們就從三個部分來量化它 一個就是地上部 樹幹可以看得到的 它長多少 因為長多少 單位時間長多少 那的話就代表說 它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 存在裡面 第二個是地下部 就是它的根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 它形成葉子之後 那麼它會掉下來 這個叫落葉量 就是要撈它 跳下來的那個骷髏物 有沒有飄到那個死地的外面 然後我們要去確認它 到底損失了多少 碳匯概念說穿了 就是加加減減的數學方程式 紅樹林吸收到的二氧化碳 還不能算是最終的碳儲存量 因為它的這些有機物的關係 它會分解 分解之後會變成溫室氣體 所以我們在量化這整個吸收的過程 我們還要扣掉的是 這個溫室氣體 又排放回這個大氣裡面 我們在量化這個整個紅樹林的碳熟汁 我們就會知道 有多少儲存在地底下 這個就是藍碳 除了紅樹林 海草床以及岩藻 也都是能夠固定碳的藍碳 而陸地上的森林則叫做濾碳 藍碳的吸碳效果 居然是濾碳的六倍 以台灣的標準 我們測的值來看 大概每年每公頃 可以吸到100公噸的二氧化碳 比如說火力發電 這個我要燒煤嘛 所以才會產生電力 所以它要燒很多煤 所以我只要有一公頃的這個紅樹林 我就可以抵消掉726噸的煤 高雄其實是全台灣的那個 二氧化碳排放之首 因為我們這邊有工業區嘛 80%來自工業區 所以我們知道那個空氣中 有很多那種懸浮為例 我們這裡面種了非常多的樹 大概我剛剛提到 大概3000多棵的樹 那這些樹一旦形成之後 能夠藉由都市之肺 這個肺能夠呼吸嘛 深呼吸 在這裡面能夠吸到清晰的空氣 日治時期為了都市開發 砍掉這裡原本的紅樹林 將近12公頃的土地 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光突突的黃土 直到2011年 以人工富裕種下 3000株的紅樹林幼苗 恢復原本的濕地面貌 我們有發現說在濕地 那麼它可以降溫 降多少兩度 200公尺以內 它可以降兩度C 所以這個周邊的這些住宅 為什麼它的這個單價會比較高 因為它可以享受紅樹林 氣候調節的功能 我可以掃開多少冷氣 那你可以節省多少電 紅樹林植物遍布台灣的西部海岸 從淡水關渡到屏東大棚灣 甚至是離島的澎湖與金門 都能發現它們的蹤跡 有一些是天然生長 有一些是人工富裕的 全臺面積高達680億公頃 而台灣的藍探不光只有紅樹林 還有這裡也相當豐富 東沙的海草床的面積去年 統計之後大概5000公頃 整個台灣的海草床的面積 包括那些澎湖 墾丁 嘉義 那加一加36公頃 所以東沙海草床的面積是 台灣整個海草床加起來面積 超過100倍 如果我把紅樹林 把海草 還有那些草摺豬都砍掉 就變成這樣子 變成光灘 那這個它基本上 還有一點點吸收能力 可是就變得很少 所以它會少掉多少吸碳力 少掉80%的吸碳力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好好 保護海草跟紅樹林 因為它的固碳能力是很高的 台灣雖然有豐富的藍探資源 但並沒有好好盤點與管理 過去也以為多種紅樹林 對於生態有益 在1980到1990年代 西部沿海多處人工富裕紅樹林 沒想到密集生長或過度擴張的紅樹林 造成反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一樣這是樹的密度 然後這是它的碳的吸收能力 你看樹的密度越多 它當然會越來越多 可是它過了某一個頂之後 它就開始下降 每平方公尺一顆海茄冬是最好 對於水鼻子而言 每平方公尺是三顆 它的吸碳能力最好 二氧化碳保存在藍碳當中 被視為減緩碳排放 與全球暖化的可行方法之一 林信柱呼籲 如果能夠發展藍碳交易 未來因應氣候變遷 台灣將更有籌碼 你看全台灣 681公頃的紅樹林 你都要政府去出錢很難 那因為它有一個碳匯的功能 藍碳的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提的概念就是說 那這些企業 如果說這些企業 它生產的這些產品的過程 它會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 我們就要它來認養這些紅樹林 它就可以讓這些企業來付出 這些經費來保護紅樹林 就可以去抵檢 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個就是生產系統 服務給付的概念 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提供藍碳良好的生長環境 這不僅保存了生物多樣性 面臨全球暖化的大災問上 也提供了雙贏的解放 紅樹林抗暖化 我們可要好好的保護 而既然以陶俏芽芽 乾脆化危機為轉機 把它轉換為能源發電 台灣最新農電共生 新模式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收看新聞深呼吸 集團氣候影響靠天吃飯的農民 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 也讓農電共生成為新的農業模式 像是屏東這間全台最大杏鮑菇農場 以及雲林四湖的鵝舍 就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功效 我帶您走一趟 因為它沒緊迫 比較不會緊迫 它會比較放鬆一點 對啊 對 那這個鵝舍是怎樣的 這個鵝舍就是 當然 那風 還這樣 走這樣 還會涼 你要站在這裡就覺得很涼 密閉市水蓮鵝舍 維持在29度 不冷不熱空調下 四周水牆是鵝群的鵝浴間 洗澡還能編聽音樂 把水蓮的開關打開 這個水蓮啟動了 開始在動了 鵝舍老闆吳翔斌操作者APP說 這是智慧養鵝 顛覆傳統想像的畜牧環境 雲林四湖鄉 這間方圓畜牧場 不只是全台第一間 光控水蓮鵝舍 也是第一間 在鵝舍屋頂上 搭建光電版的畜牧場 因為我們鵝舍的時候 太鵝舍 外面怎樣鵝 真是鵝不會鵝 鵝在這裡鵝到鵝不會鵝 耗資三千萬搭建的 光控水蓮鵝舍 對農民來說成本不小 也因此從十年前開始 吳翔斌決定 在屋頂上搭起太陽光電板 一方面賣電給台電增加收入 一方面太陽光電板幫助降溫 可以替鵝舍用電省下費用 我這個西牧場當中有5千塊 5千塊就是5米 5米的原因 我這裡發電量一天就是四度 因為我一天可以發二十萬多的電 兩萬多的電 兩萬多的電 我們一個家庭一天就是六度的電 因為我這裡可以供應 三千三百三十三號的家庭養護 我經常說 我們這裡的四股 我們四股的電 幾乎都接我這裡的電 吳翔斌曾拿下 2005年神農獎 他的畜牧場歷經2015年行流港後 能東山再起 如今佔地八公頃的蓄設 有六萬支額壓強量 也仰賴這套智慧養鵝 讓水晴保證在一定條件環境生長 過去吳翔斌還讓四股香的鵝 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出口的國家 可見品質保證 因為日本好生生減減很減 你知道我去檢查七十九行的問題 都有價 所以我就出口去日本 鏡頭五難以四季日照充足的屏東縣 有全台最大綠能光電性包菇農場 一邊可以生產九頓新鮮性包菇 還有五千八百多個電力 我們目前這個廠區 第一期的廠區大概是新品 大概做了一千六百多K左右的太陽光電 上一天大概花了五千六百多 五千八至六千多左右 太陽門板底下就是自動化生產管理的 杏包菇廠 恆溫控制在十三度C 濕度百分之九十的環境 長出一波朵雪白豐碩的杏包菇 杏包菇的話 它需要很嚴控的環控設備 程序做調整 它不僅是需要二氧化碳 濕度然後跟溫度 這些都是需要嚴格把關的 它的菇帽圓然後深色 然後還有菇的菇餅 紮實堅硬 這都是一個判斷杏包菇 好不好壞的方式 生產室裡一萬兩千個杏包菇太空包 只需十八天的孕育 就可以出貨包裝 因為環控得宜品質穩定 日產九頓還不夠國內果菜市場需求 但其實杏包菇 要能在四季炎熱的屏東縣下種植 並不容易 以前的農業時代來講 我們大概種菇都是在山上或者山腳下 但基本上因為時空背景的改變 就是說它在山上或者山腳下 它的反而成本已經變高了 像是台中南投是國內種菇大縣 但結合綠能養菇不需要在因地置疑 因為我們台灣都是鋼構型的 那鋼構型的你只要有農業技術 有農業背景的人下來經營下面這個區塊 因為台灣有很多颱風 然後太陽夏天也過熱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說能利用太陽能這個環境 去選擇適當的作物 譬如說我們如果說利用五米高 60%的光線可以進來 我們有很多太多作物都是可以種的 上面我們就是賣店給台店 然後下面我們就種新鮑菇 種任何菇類都滿適合的 因為畢竟菇的話 它不需要太陽光照射 然後剛好太陽能板 又能擋住這一些太陽光 然後它還能降溫 降大概一到兩度 避開夏秋颱風季 冬天寒海等等情況 農業不一定得看天吃飯 根據農委會的統計 國內農業設施結合太陽光電 設置量已經達1.06GW 還有1574MW的空間可以設置 走在前端的鵝農和菇農 用時間和效益證明 農店可以共存 一舉兩得的太陽光電 在南台灣找到綠能發展的一片天 這個2020年台灣珊瑚百化死亡 高山植物無處可退 水空枯竭導致仕途人工增允 加上極端氣候讓農作大受影響 在在都看到暖化威力的肆虐 怎麼辦呢 今天我們也看到台灣紅樹林的藍炭實力 以及發展綠電所帶來的新契機 因應極端氣候 大家的愛地球行動是該積極作為了 否則人類的生存危機將迫在眉睫 今天非常感謝您 跟著每一期新聞 深呼吸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 尤其中,我們會的大火